星期三晚, 有城市新貴族出現 Fashion South Valley 派對星期三晚繼續調 報紙說那位鬥牛羹少女 強項竟然是雜幼 真是人不可以貌相 討心你學一下人 桃花旺、人氣旺 工作自然旺上加旺 那倒是, 但我只是不明白 為何人家可以集日集得這麼成功 應該不關我的樣子 我覺得應該是她雙腿夠長夠拆吃 只是一雙長腿, 有沒有那麼堅? 當然有, 女人看馬也只是看雙腿 最重要是又長又結實 想想一下, Elope City後代的雙腿也不錯 對, 沒錯 Eelope City的後代 在快活谷千二米賽事成績不錯 接下來星期三, 又有夢幻魔術 樂蓉蓉 和沙子上陣 其中只剩下沙子今季未曾開齋 連馬師姚本輝剛才在快活谷夜賽連中三元 不知道沙子可不可以捧走中國證券金紫禁盃呢? 嘩, 單憑一對未退, 就可以集到這麼多遊票 不止的, 還要夠人 人家十幾歲, 一穿套校服上身, 還會引死人 那我也要趕快拿出校服 星期三去開屁, 又要忍死人 接下來星期三, 下馬地馬場 繼續會舉行Fashion Style 士巴尼派對 入場朋友只要扮得夠型夠潮 就有機會獲得最佳時裝型人獎 和豐富的禮物 到時音樂人周過夜都會到場獻唱助興 大家千萬別錯過了 大家好, 我是Paris 集區區大明, 我會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遙本輝馬房的精密房 不知道它的名字背後又有甚麼意思呢? 馬主陳永祺先生說 他在國內有一間紡織廠 出產的其中一隻棉衫叫精密房 因為品質好, 他特別喜歡 於是就用來明明愛區了 接下來星期三, 精密房 會在四班1650米上陣 希望他馬如其名發揮出好的質素 令他今季開齋了 其實美腿和青春我也有 我認識, 你沒有人理會那些天真聲 那些男人聽到天真聲 每個人都想保護他 原來是這樣的 對了, 星期三晚夜菜的功課 麻煩你回去做完之後借我看 我不懂做, 你幫我做 Rawing姐, 對不起, 是我錯 你是智慧要美麥並重的, 麻煩 我不懂做, 不懂做 真的, 你懂做的 你不懂天真聲, 別再騷擾我 我們傷害你